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南横着走 推个西瓜当候选人 都可以当选 引起许多讨论 不论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身为民进党推出的台南市长候选人 黄伟哲笑看林非凡的西瓜说 但是面对其他台南市长候选人夹杀 黄伟哲也要尽全力证明自己不只是一颗西瓜 55岁的黄伟哲出生在台南七谷 拥有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双硕士学位 历任四届立委 外表温文儒雅 黄伟哲的政治路却可以说是从街头运动开始 根据台湾媒体新新闻报道 1988年 台湾520农民请愿运动 当时的黄伟哲走上街头 遭到军警欧商逮捕 让他决心走上政治路 参加学运期间 黄伟哲也结设了一批后来成为民进党中间分子的学运人士 1995年 黄伟哲回乡选举 以第二高票当选国民代表 2004年开始担任立委 获得良好成绩 连续四届 获得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评选17次优秀立委 政治路看似一帆风顺 不过黄伟哲在过去顶着国外知名大学双硕士学位归国之后 也曾经经历过一段失业碰壁期 他节俭的个性也一度成为党内初选时的媒体话题 没有党内派系背景的黄伟哲在民进党内初选期间 就以压倒性的票数胜出 得以出征台南市长宝座 根据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报导 黄伟哲在11月12号出席台南市政府新闻处活动时表示 未来他会在既有基础上实现安平港智慧港湾 浓渔冷链物流中心 高铁特定区飞速发展等等 并且加速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和捷运动工 要从各方面让台南市民的生活更便捷 更舒适 而延续前任台南市长 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政绩 黄伟哲与赖清德之间的好交情众所皆知 拥有高人气 又在民进党票仓参选 看似一片光明的选情 隐忧似乎也不少 台湾媒体联合新闻网报导 根据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 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的高人气 掀起外溢效应 似乎也让台南变天的机会大增 再加上民进党中央政府执政拖累 根据调查结果 民进党在台南的基本盘开始有所松动 联合报报导 甚至有过半的民众表示 希望可以换党做做看 另外 姓明辉表示 黄伟哲未说明清楚大创案的事件始末 也让他的支持度受到影响 根据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报导 台南市长选战上演三打一戏码 国民党籍候选人高斯伯 武党籍的斯幻志 还有林逸峰 紧咬黄伟哲 甚至互相控告 2015年 台湾大创百货因为违法进口 受到日本辅导核事故影响的食品 遭到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处分 停止收入商品 不过大创百货竟然持续以专案申请 进口核灾食品 2018年 苏患志到台北地检署 案灵控告黄伟哲 在大创百货食品案中收贿 黄伟哲反控告苏患志加重毁谤罪 面对对手群起攻击 黄伟哲重申 中央已经澄清大创案 行政首长也没有做违法的指示或处分 指示双方大打泥巴战 黄伟哲也坦言 整个大环境与大创案 确实对自己的选情造成影响 2018年11月1号到5号 台南市政府与宝可梦首有合作 推出抓宝活动 黄伟哲也搭上热潮 推出宝可梦免费专车 在11号也开立了账号 要跟大家同乐 积极和选民拉近距离 在已经无法躺着选的台南 黄伟哲全力跑选战 根据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 面对其他候选人追击 黄伟哲积极为大创案止血 同时增加网路正面讨论度 全力打造胜选筹码 虽然选民对民进党中央执政不满 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高人气又出现外溢效应 黄伟哲透过扎实证件说服选民 同时摆脱大创案拖累累计网路正面声量 为的就是要保住台南绿地 维持绿色过去数十年来的在地执政 以上是吴哲仪为你带来的民进人物 感谢您收看民进电视